好在这一边呢我要教大家怎样画graph so首先他给我y等于4x-9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找出我的y的value当x等于减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x等于减2的时候 y等于4乘减2减9 减8减9减17 然后我的x等于减1的时候 y等于4乘减1减9 然后减4减9 然后他就会变成减13 然后我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4乘减9 然后他变成减9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加4加4 所以我加4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减5减1 3 7 ok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这样这一些这样继续写下去的时候 我的x等于4的时候 y等于4乘4减9 16减9 然后我拿到的是7 ok so我们可以这样拿到的 然后我可以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 我在计算机 我在这边4alpha x减9 然后按clc 他问x等于多少 我放减2 等于 然后他变成减17 我在clc 放减1 等于 我拿到减13 clc我放0 他会变成减9 clc我放1 然后我拿到减5 clc我拿到2 他会变成减1 clc我拿到3的时候 它是3 clc4 我拿到是7 ok 所以这一些其实你 其实我我可以看到它很明显的 就是在重复的加4加4 我就没有去算了 我就直接在这边 x等于 那一个0 123啊 x等于1 其实我也可以算那4乘1减9 然后 的 减5 然后x等于2的时候 4乘2减9 所以8减9减1 然后x等于3 y等于4乘3减9 然后拿到是3 这样 so我就可以拿到这些号码 然后其实我们的计算机非常强大 他还有一种功能叫做table 你按mode你找table这个东西 6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放那一个 4x减9 4 alpha x减9 等于 start from减2 end at 4 然后step size是1 然后你看它就会变成减2开始 4结束 它的x相隔1 然后在这一边 减17 减13 减9 减5 减1 3 7 这些都找出来了 所以在这一个我们找到这些value之后呢 然后我们要画它的graph 然后我们要记得它的口诀是什么呢 它的口诀是先前后 然后再上下 ok 我x的部分呢是前后 x是前后 x positive就向前 negative就向后 然后y positive向上 然后negative向下 先前后再上下 他说x轴用1cm代表1unit y轴1cm代表5unit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是减2减10 1234 1cm1unit 然后这个是1cm5unit ok 这个是减 我要有减20 然后这个10 然后在这一边 我们的这个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这样 ok 好 我就首先我需要x轴 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x轴 然后这一边是我的x轴 然后减2减10 1234 ok 然后我的y轴呢 我就放这一边 这一个是我的y轴 这个是我的y轴 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y y y轴 ok 然后题目这一边呢 呃他讲的是什么 x轴是1cm 1unit y轴是1cm5unit so1cm1unit 跟1cm5unit 嗯 我我会 我把题目改掉啦 ok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是 我让他是2cm 1cm5unit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个我有减1 减2 然后1 2 3 4 然后我这一边呢 2cm5unit 5 10 这个是我的y轴 然后这一边是 负5 负10 负15 还有负20 好 来 负2 负17 就是向后走2 向下走17 向后走2 向下走15 16 17 向下走17 然后接着负1 负13 向后走1 向下走13 10 11 12 13 然后0 向前走0 向下走9 0减9 0减9 在这一边 然后 1 向前走1 向下走5 ok 向前走1 向下走5 然后 向前走2 向下走1 是在这一边 然后向前走3 向上走3 向前走3 向上走3 是这一边 然后向前走4 向上走7 5 6 7 7 在这一边 然后接着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把这一些 点全部连接起来 把这些点全部连接起来 好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直线了 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直线 ok 这个就是我的equation 我的那一条线 就是 我的这一个 y 等于4x-9 这样 y-4x-9 就是这一边 然后我们其实呢 可以有desmos 这个 equation 这个 呃 y等于4x-9 我们有desmos 这一个 呃 software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 这一边 他这一个 我们就有 这一个东西 啊 这一个 他的graph 就是像我们刚刚这一边的 咯 然后他在零的时候 他经过的是减9 啊 然后 1的时候 这一边1 ok 好 这一个就是他的graph 啦 这样 ok 向上的graph 所以我们的graph 是这样的 ok 好 这个就是画graph